是的 丁丁买了好多的饮料 亲爱的朋友啊 注意咯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外食族 常常在外面买饮料喝 常常在外面吃东西 像是便当啊 甚至是便利商店里面 常常微波加热的食品 你有想过吗 食品安全了 但是包装呢 因为呢 食品包装加热之后 可是也是有硕化剂的问题的哦 所以呢 今天上游百分百 带你一起来关心这个议题 食品安全的问题 近年来在两岸不断的延烧 引起社会的重视 大家开始注意食品添加物的成分 但是很多人却忽略了 包装对于我们健康的影响 咖啡纸杯的耐热度到底有多高 包装上面的印刷真的安全吗 对于食品包装您了解多少呢 一般我们常看到的就是 一号的PET 那二号的所谓的那个 那个HDP 四号的LDPE 那再来就是我们五号的PP 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几个常用的 那当然还有六号的PS 但以杯子来讲大概是PE 都是LDPE这个四号的那个为主 它大概耐温就是在60度左右 那顶多大概60到80度直接 甚至我们讲的吃的泡面 那事实上这泡面 它里面还有加一些调味包 它是有油脂的 那以LDPE它有油脂跟热的状态之下 它塑化剂的溶出更高 所以这一块的一些实用上来讲 可能都是要去注意的 那尽量能够用所谓五号PP这一块去装热食 或者是有油脂这一类的东西 它比较没有这样的危险性 业者带头率先标示材质以及耐热温度 消费者可以直接从纸容器的底部 看到五号PP材质的标示图样 清楚的辨别并且安心使用 坚持保障消费者汁的权利 业者秉持着企业的良心 与健康安全的理念 做出与众不同的产品 一个食品包装容器 我认为它的最重要的顺序 第一个是安全 因为安全是一个立即性的 客人用我们的这个纸容器纸杯的时候 我想安全是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说你不要让它割伤烫伤 那么甚至不要把不该吃的东西 你把它吃进去 我想这是立即性的安全 是必须要做的 那么卫生这是必然的 那么再往外一层走 那当然就是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从减重减量开始 到后面的不断的发展 对环境友善的材料 不同于市面上的纸容器 皆使用油墨印刷 业者采用较无害的水墨印刷 并且以耐高热的5号PP材质临摹 以确保安全无余 但是除了耐热度有影响之外 纸容器在堆叠的过程中 油墨也很容易渗透或者是残留在其中 这些也都是业者致力想要为消费者解决的问题 那我们的做法呢 我们是先印刷 先用水墨印刷 然后再用5号PP再把它盖上去 那么于是这个杯子 它里面的味道 即使你放了一个很热的咖啡 那么这个味道它不会再出现 那么你杯子在堆叠的时候 你也不会把墨吃进去 那么里面是5号PP的高耐温 那么是这个得到德国莱茵认证 121度 所以它可以保持咖啡的原味 那么对消费者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然而业者对于健康安全的坚持 可不止如此哦 不止工厂取得ISO2200 以及HACCP的认证 产品更经过SGS的检测 生菌测试 通过德国莱茵TUV的测试 可耐高温达121度C 业者对于食品安全的高标准 来自于自我的要求 为的就是维护消费者的健康与权益 虽然有如此高水准的品质 但却没有因此提高了价格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是用所谓的PP零膜 那PP本身这个是材料的特性 它有很好的刚性 所以说相对P来讲它刚性比较高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特性 所以我们在用脂上 我们本身的重量就可以减轻 所以它是一个符合环保的一个趋势 它可以减重减量 因为这些材料跟那个都是我们自行开发研发的 所以说我们不像一些 实际上不像一些国外的大厂 它这些原料可能是要跟其他的塑胶原料厂去采购 那我们本身自己自行去做这样一个材料的研发 所以我们把这个cost就降下来了 那这个是我们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不只为您的健康把关 同时也为环境自然和您的荷包把关 产品已经行销到国际上40多个国家 业者也期许能继续秉持这样的信念 善意的循环 让企业永续的经营 并推广到更多的地方 让世界看见他们的用心